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賴鎮宏老師 接下來這個單元我們要利用 我們剛剛所學到的平面的髮向量 跟決定平面的條件 去計算出平面的方程式 在這邊我們先計算比較簡單的XY平面 YG平面跟X平面的方程式 首先我們來複習一下 在平面坐標系裡面 一條直線L 它的方程式如果是Y等於X加1的時候 我們也說過 這裡就是表示L上的任何一個點 它的坐標都會滿足這樣子的關係式 也就是Y等於X加1 這個關係式我們就稱為 它是這一條直線L的方程式 一樣的道理我們之前學過 二次函數的這個圖形 我們也知道譬如說 Y等於X平方的二次函數上面的點 它都會符合Y等於X平方的關係式 那於是Y等X平方其實它就會是 這個泡物線的方程式 那接下來不知道各位同學還記不記得 在之前我們去探討 XY平面 XZ平面跟YZ平面的方程式 其實我們是以比較直觀的 平面上動點XYZ所滿足的關係 來猜測它的方程式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大概可以歸納出 XY平面它的方程式是Z等於0 那XZ平面方程式是Y等於0 那這個YZ平面方程式是X等於0 那今天我們就是想要利用這個代數的方式 把這個方程式給找出來 並且跟我們之前的這個直觀上的這個判定 看看是不是互相吻合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既然要去算出 XY平面的一個方程式 那我們當然我們要先去看一下 XY平面它的法向量 它會是長成什麼樣子 好 各位同學我們來看 今天我們要探討的是 XY平面方程式跟它的法向量 那在這邊其實 在這個灰色的部分 就是空間中的XY平面 那我們知道呢 法向量要在 與XY平面垂直的直線上面找 那當然就是我們要從Z軸上面找 會比較方便 那今天我們就在Z軸上面找這個 點10 抱歉 我們就找點001 所以呢這個向量 N向量001也就是這個桃紅色的向量 其實它就是XY平面的一個法向量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這個XY平面我現在呢 隨便找一個點P 這個P點是可以移動的 當然因為P點在XY平面上 所以它的這個Z座標永遠是0 好 那老師現在要幹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呢 O點是這個原點 所以呢我們P點就決定了這個OP向量 那在這邊呢我們要觀察一件事情 其實呢今天法向量N向量呢 它會與XY平面上的任何一個向量都怎麼樣 有沒有看到這個符號 我們會發現其實呢它都會互相的垂直 也就是在這邊要講的一點是 這個宜知呢這個法向量N向量是001 那它是XY平面的一個法向量 如此在XY平面上我們任意找另一個非0向量呢 而這兩個向量的關係它都會互相的垂直 也就是P點所滿足的一個幾何關係 謝謝 好 那由剛剛呢我們Jorge Bar所呈現出來呢 XY平面的法向量跟平面上的P點的一些關係呢 我們來做一個立體的演練 那這題就是很簡單的要求出XY平面的方程式 那我們可以看到 XY平面的方程式呢就是 平面上的任何一個動點 它XYZ坐標所滿足的關係是 那由剛剛的這個Jorge Bar呢 我們可以知道 XY平面呢可以找到一個法向量 N向量就是001 也就是畫面上呈現了這個Z軸上的這個 桃紅色的這個向量 法向量001 那假設P點呢它是XY平面上的動點 那動點的這個坐標是XYZ 那我們可以知道呢 這個OP向量是XY平面的向量嘛 所以它一定會跟法向量N向量垂直 所以OP向量會垂直N向量 那這個就是在幾何上的一個關係 只要動點P在XY平面上 它一定會跟法向量001互相垂直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把這個幾何關係化成代數式嘛 這個時候代數式就會是方程式 那由向量的垂直呢 我們知道內積等於0 於是呢OP向量N向量會等於0 那OP向量 因為O點是原點 P點坐標是XYZ 所以OP向量就是XYZ 那N向量就是001 所以內積等於0的時候呢 透過內積的算法 0倍X加0倍Y加1倍Z就會等於0 那各位同學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個式子就是在前幾個單元 我們由視覺上所觀察出來的滿足的關係式 對不對 所以呢最後整理 真的XY平面的這個方程式 就會是Z等於0 好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第二個例子 就是說乙之向量N向量是010 它是XZ平面的一個髮向量 那麼呢它請我們說明 有一個向量叫V 它是0-20 也是XZ的髮向量 那第二小題呢 它叫我們模仿前面那個例子 他說 當然啊 他說以V向量呢 當作髮向量 那要求的XZ的平面方程式 那這一題呢 主要是要跟同學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之前說 平面的髮向量是不為一的 那會不會因為我們髮向量用不一樣 那所算出來的平面方程式就會不同呢 這一題其實主要要講這個事情 好 所以呢第一小題 V向量是0-20 它會不會是XZ的一個髮向量 好 那有已知啊 N向量010是髮向量嘛 所以呢我們來看到這個圖 N向量是010 好在Y軸上 那我們說 K倍的N向量 都會是平面XZ XZ平面的髮向量嘛 只要K不等於0 那於是呢我們的V向量0-20 其實這個時候K就是-2嘛 也就是V向量會等於-2倍的N向量 所以V向量其實它也會是XZ平面的一個髮向量 好 那今天呢既然如此的話呢 我們想要利用V向量0-20去計算出XZ平面的方程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假設呢P點是XZ平面上的一個動點 那既然它是在XZ平面上 那O點又是XZ平面通過的一個點 也就是圓點 所以OP向量呢 我們會發現它會跟V向量互相垂直 只要我們的P點都在XZ平面上 那這個幾何關係我們找到之後呢 我們就利用代數把它算出來 於是OP向量.V向量會等於0嘛 那OP向量呢就是XYZ 那V向量就是0-2 0 那由內積的算法我們算出來會是 0倍的X加-2倍的Y加0倍的Z等於0 最後的整理 可以整理出它的方程式就是Y等於0 當然跟我們之前所猜測或者是去探究這個XZ平面的方程式Y等於0 是互相吻合的 而且不會因為我們取的法向量是哪一個而有所改變 好以上呢就是老師為各位同學所介紹的XY平面 YZ平面與XZ平面的方程式 那主要是要透過平面的法向量跟平面上的一個定點 來算出平面方程式 那由於這三個平面都會通過原點 所以我們定點都是取最簡單的O點 好 那希望這個部分對同學有所幫助 謝謝各位 大概 我們正在做好 之後我們會在10個平面的法紀錄 在10個平面的法定會 好 Hoy